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再回到我原來的那個泡泡裡面 也有退幕 再稍微看一下 克林姆,我想這邊我只列了幾湖 當然剛剛有很多湖大概都,紅水也都有,有列到 不過我想我再稍微做一點補充 那我想維也納分離派當然我們還是從整個那個大的環境背景可以來看 事實上在當時來講我想在19世紀末 他已經受到19世紀中期的英國的這個拉培爾前害的一些影響 那在德國的這個部分,我想在當時來講 也有這個所謂的青年風格畫派 那我想這個都跟這個奧地利或是這個其他的地方 其實都同樣的一個問題性,我想在這個時期 這個布置出來,就是一個年輕一輩的 相對比較保守的,比較年老一輩之間的這樣 有一點像精神分異所講的這個兒子輩的跟父親輩的這樣的一個判命 或是一個抗痕 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當然克林姆在他自己這個威爾納這邊 我想剛剛傳閱應該有一本那個 世紀末的威爾納 那一本裡面就有專章在介紹佛洛伊德 就專章在介紹克林姆 那也跟剛剛同學所報告一樣 就是說有人去比較 雖然是一個是畫家一個是心理學的方面 但是那個同質性 就是他那個背後的問題性 社會問題背景 事實上是接近 那在當時來講其實不可否認啦 其實奧地利畢竟在當時來講已經不是其他的 像法國英國這樣的一個強國 可是他們要靠什麼樣來發揮他們這樣的一個民族的一個自尊心 更重要奧地利這個地方也有很多移民 包括猶太人 包括其他種族 所以在眾多民族特色的這個裡頭 如何去融合出所謂的一種 具有一種崭新的這種氣象的這樣的一種藝術形式 我想是當時他們很care 所以我想包括後來的這個所謂的分離派一樣 這個以克里姆為代表 這個其實他們那個時候就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其實應該有這樣的一個idea 新的idea就是說 我們世界上固然存在很多很多種民族 但是也沒有可能是透過文化 或者是藝術來形成一種所謂的藝術民族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是Kunstvalk 就是K-U-N-S-T這個字 Kunst就是那個 這個是德文 就是那個英文的art 可以這樣講 Valk就是V-O-L-K 就是等於是類似 people這樣 所以是要去發展一種所謂的這樣的一個藝術民族 就以藝術或是以文化為基礎 然後可以去融合的這樣的一種民族的概念 我想這一點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那換句話說 透過文化所可能發揮出來的一種潛力 能夠去超越民族本身的局限跟衝突 我想這個是他們的一個基本的理想 那在當時來講當然說中複雜 尤其像我以前講像這個佛洛伊德這樣的猶太人 在當時其實是蠻吃憋的 那甚至要晉升這個教授都很困難 就是要拖很久 當然他們也動用人際關係 所以是透過甚至當時我們可以從一個小細節就可以看得出來 包括佛洛伊德他想要生人 他透過這些當官人也是官夫人這個系統 然後送這個畫給他 那我們發覺說這些當官者倒是不見得是抽紅包的 或者說在財務上那麼樣的care 反而是你送畫給他他會覺得受尊敬或是覺得很高興 那表示就是說其實在當時的文化氛圍裡面 他們反而很care的是說我能不能在我家能夠擁有某某畫家的 或是比較重要有價值的這個藝術品 我想這一點很重要 那也包括說剛剛同學是不是提到說克林姆有沒有 被批評的時候 那這個相關的這個部長這個首長 他反而這個沒有解除他的這個合約 反而在某方面來講 有一點點幫他稍微扛住那些批評的這些責難 那我想在傳記裡面我也去查 那這個部長他就講 他的一個他的一個利潤其實在當時來講 畢竟也有保守勢力 所以他也不能夠完全的站在克林姆這一邊說 他們這些新的東西新的風格是好的 或是說怎麼樣 但是他們反過來用一個比較中性的一個用語 來幫忙他們來緩價 那這個講法就是說 他也講得很理直氣壯 像這個部長他講說 藝術呢既然是政府所無法單方面來創造 那麼也政府也無法單方面來把它消滅 這一個觀念各位要注意 政府既然藝術這個程式換句話 有獨立於政治或是政府的這一面 那就不是我們完全可以單方面來創造出這樣的一個藝術或這樣的一個文化 那反過來講那也不是政府能夠單方面來把它們消滅掉 或是把他們這個否定掉 諸如此類 那當然講的也理直氣壯意思就是說 我們已經把文化跟藝術抬高到一個獨立於政治力量這樣的一個地位 那我想這個是在當時一個蠻 從某角度來講是一個蠻進步的一個現象 那當然克林姆畫的這些東西當然包括剛剛也有提到 這個有很多人看不懂最主要 當然這個畢竟從某個角度來講當然也是可以接受公平的 就是說他的這個象徵有人認為說有點混亂 就因為太過個人了 那照某個角度來講其實從心理學或是從龍格的心理學來講 其實你要成為某一種象徵那一定是在歷史當中 在整個文化環境當中有經年累月有過濾有濃縮有升華 所以你如果太過個人性的東西是很難被普遍化 就是說那象徵通常來講他有一個普遍化的這個象徵 所以好像就這一點來講 也有人會批評說克林姆過於個人式的這種所謂的象徵 事實上會讓這個甚至讓整個畫面的這個形式 會產生一種無序的這種狀態或是混亂的這種狀態 當然這個有很多人就歸結於說他可能在思想的這個界域不夠清楚 或是沒有把他想的太 就是說沒有考慮的太謹慎來考慮 那還有一點就是克里姆丹蘭剛剛也提到畫了一些 的這一些 這個 尤其是女性相關的這個形象 那老師以前講就是在世紀末丹蘭環 環繞在沙樂美 跟這個男性敵視女性的這種情節 其實在當時來講是很多 那當然我不是在講說這個克里姆就一定是敵視女人的這樣的一個藝術家 而是說克里姆他畢竟他畫了很多所謂 看你從哪個面向去看 就是說包括他其實還有另外一屋 我這邊也沒有做泡泡 也就是那個叫水蛇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說他其實對於這個女性的情慾 他們處在這個半睡半醒之間 然後他們這個非常具有一種 一種所謂的這個性方面的一種挑逗 或是這樣的 其實跟他們當時來講的這個所謂 他們開始這個比較青年輩的 相對我剛剛講的父親輩的 父子輩的 他們就是主張第二點 這一個性愛的自由 這一點 那用這一點來抗衡 但是從某個角度來講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這個佛洛伊德他也特別去提到 就是說其實那個砍頭的這一個神話 有一些環繞在蛇法女妖的梅杜莎的這個 砍掉梅杜莎的頭 大家也不要忘了 梅杜莎的頭被誰砍掉 被一般般做帕修師 剛剛好像是變成是那個黃金羽的兒子 其實那個達奈二所生的孩子就是 後來去砍掉這個梅杜莎的頭 可以這樣講 所以其實都是這個相關的議題都有一些管 你不可以這樣講 沒有這麼好的 哇 Let著哦 PAD